好城鎮戰喔 一旦啊 一旦他們的攤頭被破了之後啊 冰淇推演是2到3個小時 就會進到沿海的城市 高雄算沿海城市 2到3個小時 所以很快 沒錯很快 高雄也算是沿海城市 6到8個小時他會進到往內 因為他們會往中央山脈的方向前進 所以6到8小時會進到飛沿海城市 所以很快 一旦我們的攤頭守不住的時候 你很快就會看到中共檢方軍了 很快 這個時間點 如果你眼睛看到有軍人 你的視線裡面已經出現軍人了 這個時候 因為你沒有辦法判斷 你走在路上的時候 那些軍人會從哪裡出現 所以 不要隨便的移動 在這個階段裡面 不要隨便在路上移動 你能夠做的就是躲 盡量找地方躲起來 另外一個是 如果你看到路邊他們在交戰對不對 戰鬥完了 可能他們人跑到別的地方了 你如果在地上看到一把槍 如果一旦你撿起來就是我們偉大的國軍 一旦你把他撿起來的時候 那個瞬間你會變成我們偉大的國軍要去作戰 因為他的認知 中共解放軍的認知就是這樣 如果你不是平民 你可以有武器 如果你是平民 那照理說他在你身上不會找到武器類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不打算要跟他拼了 那不要隨便撿 你可能會覺得說很危險 我想要找一個東西來保護我自己 可是對於中國解放軍的認知不是這樣子 你有武器那你就是軍啊 對啊他就可以對你做任何事情 所以我們不知道他們會怎麼對待平民 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不想要去打仗的話 不要撿路上的槍 OK 好接下來我要稍微講一下 你怎麼辨識那個人 那一堆軍人是中國的還是我們的 你要辨識其實不容易辨識 你會看到左邊 左邊是我們的軍人的某一種衣服的圖示 你可以最明顯的看到差異就是 他上面是有虎斑紋的 上面是一條一條的虎斑 如果你看到虎斑紋的 你大概可以 反正是八九層確認他是我們的國軍 那右邊的話這個是共軍的 共軍的話你會看到他那種一塊一塊的色塊 比較明顯跟我國軍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會是有一些咖啡色的色塊 對可是一旦你能夠看見他上面是咖啡色的色塊 就代表你跟他很近了 還有一個方式就是口音 對之前也有 有一些中國人 俄羅斯人為了要潛入烏克蘭 他們換了烏克蘭的衣服 他們有一些居民 他們會用講話的口音去辨識 你是真的假 如果他不會講台語 或者是他的口音就是中國大陸的 那他應該就不是你的朋友 那另外一個比較好辨識的就是鞋子 我認為鞋子是比較容易辨識的 就是我們的鞋子 我們軍人的鞋子通常都是墨綠色綠色的 中國大陸他們的鞋子是土黃色的 所以你有看一堆人 然後那鞋子土黃色不要靠近他 很難啊 很難很難 真的就是我能夠找到比較明顯的 還有人看什麼軍灰什麼東西 真的很難 最快的就是 就稍微了解 對 有一些中國大陸的頭盔上面會一顆大猩猩 五星的那個概念 有一些啊可是他作戰的時候 他可能不一定會讓你看見 所以很難說啊 只是說一個大概大致上的辨別 這是一個是虎斑 他們是色塊 還有這是我們的 我們軍人啊 上面是用那種數位的 看起來像很多馬賽克在上面 一個一個的馬賽克 那可能也是我們台灣的 啊他們就是一塊一塊的 一塊一塊 好了 終於我們要進到最後了 戰爭總會有結束的一天 我可以保證 戰爭絕對會有結束的那一天 戰爭結束的時候 不代表什麼事都沒有 我們還是有一些可以注意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 當我們要回家了 我們要回到我們原來的地方的時候 你進到家裡面的時候 你可能要先檢查一下你家的四周的環境 有沒有不該出現的東西 有一些可能是 譬如說有槍啊有炮啊 這些東西的時候 先不要去碰它 那可能要找專業的人來幫你 把它處理掉 或者是有一些人在裡面 也很難講 所以如果你回到自己家裡的時候 第一個 先找那個主要的大家長 自己先進去檢查一下 如果都安全的時候 再請家人他們進來 不要一群人一起進去 可能就是一個人先去檢查 檢查 OKOK好可以了可以了 大家再一起回來 因為戰爭一結束 最快放鬆的就是小孩 他們可能會覺得 可以出去外面撈撈的玩一下 對他們可能會想要去 四處跑一跑走一走 他們可能是最沒有警戒的那一群 所以可能有些人會去撿一些東西 有沒有看到一些東西 不是他平常看這樣的東西 他會撿來 想說撿來看一看 可能那個是一個爆裂物這樣子 所以那個還是要提醒一下小孩說 先不要出去 不要亂撿東西 不要亂跑 因為的確有人會在地下 買什麼東西我們不知道 那另外一個就是 先檢查一下你的物資證件啊 譬如說 現在我們要清算我們的財產 到底損失了多少 或者是我怎麼證明 這個房子是我的 對啊 可能需要有一些證件 可能之後政府他需要一些檢核的方式 所以 緊急避難包裡面應該要有你的證件 有你的存責 如果你有地氣 你有銀行的一些相關的資料 那你應該帶在身上 因為之後你才能夠證明 那些東西是你的 然後還會 我們會經歷一段很長時間的物資的稀缺 即便 戰爭已經結束了 但是一定還需要恢復到原來的狀態 供應鏈什麼的 他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所以你要先確認 我這些東西能夠維持多久 對 如果有缺的話 我怎麼辦 可以去哪裡 到時候應該會有一些 民間的機構 他們會進來 進來幫忙 變什麼 被炸 那真的就只能夠去給人家 好 那最後一件事情就是 相信經歷這個難關裡面之後 大家心理上面一定都會有很多的狀態 需要 因為你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但是 盡量我們還是要能夠注意到自己的狀態 然後去面對他 書裡面有一個方法 他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試試看 如果當你的心情狀態很不好 很不好的時候 你可以設法回到此時此地 你可以告訴自己說 現在是什麼時間 民國幾年 我人現在在哪裡 我現在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提醒自己 把自己帶回到此時此刻 那 對 或者是 你需要一個平靜的狀態 也許我們也可以 念七道文 像這樣子的 去照顧自己的身心 然後 再去做別的事情 如果你需要的話 大概 在最後大概是這樣 好 今天的課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 我們來看看 第一名的團隊是誰 麻煩第一組站起來一下喔 第一名他們真的很優秀 而且啊 我真的覺得他們的說法都很好 我們呢 要給他們的禮物就是 十秒鐘的花屋加鼓掌 還沒還沒還沒 阿美阿美 阿美 一二三 來開始 好 以免隔壁來看 好 謝謝 謝謝